桃園市長選戰 國民黨參選人張善政 緊咬民進黨林志堅的論文抄襲風波 重申政治人物的誠信 比作學問重要 而林志堅也強調 這件事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另外民眾黨參選人賴香菱 今天則是端出了公託政策 至於新竹市長的選舉 國民黨參選人林耕仁和民眾黨的高鴻安 也都將炮火對準林志堅的論文正義 桃園市長選舉 國民黨參選人張善政 驚咬民進黨林志堅論文爭議 在廣播重申 政治人物誠信比作學問重要 和林志堅再度隔空交火 張善政和林志堅十五號都到龍潭跑行程 但亡不見亡 由於張善政戶籍在龍潭 林志堅參訪被解讀有拔樁異位 至於民眾黨賴香菱 則主打公託政策拼支持 公託數未來的調整 還有設置七月托兒的成長比例 要在我擔任市長之後 儘快的來加速推動 新竹市長選舉 藍營林耕仁炮火對準林志堅論文 批幕僚張立可對中華大學下指導期 民眾黨高鴻安批林志堅論文爭議 會讓寫過論文的選民有相對剝奪感 民進黨省慧紅十五號也到暑期營隊 送防疫物資口罩快篩試劑 期許新智伸障兒童 在暑假也能快樂學習 記者臺北桃園新竹綜合報導